hello大家好 我是Longster 我说有一款车它搭载了奔驰S级的60寸的ARHUD 搭载了宝马的50米循迹倒车 搭载了奥迪的电子后视镜 你觉得它值多少钱 50 80 100 我再告诉你它有鸿蒙系统的加持 以及麒麟990芯片的加持 它值多少钱 100 150 我告诉你它起初价 怎么样 这台魔方你觉得好看吗 其实龙四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有一种新能源车的即时感 别被误解了 它是一台燃油车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前脸的设计 它整个中网采用了一个叫钻石新尘的设计 整个看上去非常的具有那种新能源车的那种科技感在里边 配合上这个LED这间行车灯显得更加的年轻时尚 所以说你才会有这种错觉 一来到整个侧面以后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用了一个双色撞色的设计 而且其实在强光底下的话 它有一个光鱼影的设计在里面 更想提的就是它整个车身侧面 它的风阻系数只有0.32 这是个什么概念 子弹的风阻系数约等于0.3 它只有0.32 其实开车的老司机都知道 咱们开车时数上了80以后 油耗绝大部分是拿来抵抗风阻的 但是如果说风阻下降了以后 你的油耗也省下了 除了好看也省油 何乐而不为呢 前两天有一个短视频特别火的 就是一个客户去看车 某日系品牌的设计店里边 他就这么轻轻靠了一下车上 就把车靠了一个坑 最后赔了5000块钱 我想说的是 你到魔方去看 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东西 它整体的高强度钢 采用了1500Mbps以上的高强度钢 潜水艇大家都知道吧 它的高强度钢也要1500Mbps以上 所以说它已经达到潜水艇 要求你放心的靠好了 其实你上了魔方车内以后 你会发现它整体的设计是和外观相互运的 因为外面是星空嘛 里边肯定就是宇宙飞船的一个设计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首先是语音唤醒以后 这里会亮个小灯 而且还有空调出风口 这里还有这一块的设计 你真的感觉就像是 你开在了一个宇宙飞船上面的感觉 当然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就是 整个车机系统采用了和华为共同研发 鸿蒙系统 并且它有70990的芯片加持 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 来我们试一下 点开以后 你看这是整个主界面 它的反应都是很快 没有太多的延迟 除了这个车机系统你要感受以外 座椅是你必不可少要感受的东西 那么我整体坐上的感觉 因为它采用了一个 零重力是一体式的运动座椅设计 所以说软硬程度的话 不会让你感觉大沙发式的那种柔软 它是有一定支撑性的 这样静态坐是没什么感觉的 我们把它开起来吧 好 现在我们将魔方开在了路上 闲来谈谈它整体的动力感受 给我还是很大的惊喜 感觉你在初步起步 以及低速动态的时候 你心踩油门 它能给你一个很不错的动力反馈 我觉得这个全权归功于1.5T发动机 配合上DCT380变速箱 你别看这个1.5T发动机 这个是北齐以为要的磨合1.5T发动机 它加入了一个VGT的一个技术 这个是首次搭载的量产车型上的 有了这个技术加持以后 它能够改进了一个涡轮的进气方式 在你初期的时候 就能让涡轮尽快的介入 这样的话你轻踩油门 你就会感觉有一种不错的力量往前走 除了刚才的动力给我很大的惊喜 我觉得这个L2.5的自动驾驶 也是给我很大的惊喜 基本上你打开这个功能以后 它就能跟着前车的速度 它快 你快 它慢 你慢 它停了手 你也能停下来 而且如果说你前面遇到大臣 看不到红绿灯的状态的时候 理表盘上是会给你显示的 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 你看比如说现在红灯了 它就会帮你刹车 然后刹轻了以后告诉你前面是红灯 魔方它这个跟奔驰S级同款的60寸的 ARHUD的话 整体的显示其实还是比较实用的 你能看到你的车速 以及你制动驾驶情况 和你的跟车距离 这样真的让一个驾驶员 能够感觉眼不离路 我就知道车辆的所有行星 这样给我开车很强的一种安全感在里面 魔方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设置 就是有一个驾驶模式的选择 则里边有一个smart模式 你开到smart模式以后 它能够通过5分钟的时间 学习你的踩油门的习惯 以及踩上车的习惯 然后来调教这个整个模式的状态 这样的话 真的让你感觉到你在驾驭车辆 而不是你去适应车辆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今天体验了一天的北汽魔方这款车 我觉得它的外观和内饰颜值双载线 动力也还不错 而且它的科技配置直接拉满 售价从9万到15万的一个售价 针对的人群的话 预算不高 想拥有第一款车 年轻人你觉得这个定位精准吗 好 KVL 我是龙子 咱们下期再见